长相思中 谁才是你的一男平 小妖与风龙大婚时 向柳来抢婚 小妖问她 不嫁给风龙 我应该嫁给谁 向柳还是一如既往的沈默珠不说话 小妖不止一次对向柳这样试探 她重回大王姬身份的时候 向柳拉住她进入海底逼住她肚气 小妖宁死不从 因为她说向柳不适合出现在任何一个女孩子的梦里面 包括小妖自己 后来向柳成为防风辈 整日与小妖一起 她说 不如你别当王姬了 跟住我四处去玩 小妖笑着说 好啊 只要你能放弃一切 但向柳还是沈默珠 相信如果向柳有勇气迈出这一步 小妖肯定会跟她一起走 小妖曾经问过外公西岩王 如果她想要嫁的人是西岩的敌人 也可以吗 而西岩的敌人在这里只能是向柳 向柳为了报恩成为贡公的义子 向柳必须回到神农义军处 不可能永远是防风辈 向柳在抢婚之后 曾经用妖术来魁探小妖的内心 问她最想和谁相伴一生 但小妖拒绝回答 如果是别人 小妖肯定会说出来 但因为那个人是向柳 小妖没有回答 两人决裂之后 向柳是贡公的将军 小妖是苍贤的妹妹 两个人再也没有好好说过话 向柳战死之后 小妖万念举灰 在她的心性境里唯一记录的人 只有向柳一个人 如果她知道那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相见 她定不会如此绝情 最终小妖与屠山景定居在海上的无名小岛 如果不能与向柳长相思守 那她就用余生对向柳长相思 这也许就是长相思的真正意义 长相思第一季已经完结 第二季也即将来袭 这也是2024年开年来值得期待的古装剧了 第二季的剧情才是长相思的高潮 四位男主的结局有遗憾 有圆满 更多的也是爱而不得 在援助结局中 苍贤最终统一了大荒 得到了天下 娶了九个老婆 还想得到小妖 因此借刀杀人 害死了屠山景 苍贤以为没有了屠山景就能得到小妖 可惜她低估了屠山景在小妖心里的位置 在她杀害屠山景之时 苍贤就永远失去了小妖 好在最后屠山景被向柳复活 小妖跟屠山景最后隐居 而向柳最终为了自己的家国大义而战死沙场 化为一滩血水 三个爱小妖的男人 苍贤得到了天下 却永远失去了小妖 向柳为了家国大义放弃小妖 只有屠山景最后放弃一切 得到了小妖 跟小妖归隐山林 看完长相思原著才明白 为何取名叫长相思了 原来有两层寓意 第一 寓意助苍贤对小妖长久的思念 苍贤在过于思念小妖 去寻找归隐的小妖跟屠山景 可是再也找不到小妖的踪迹了 所以标题长相思 指的是男主苍贤对小妖的思念 第二 寓意助小妖对香柳永恒的思念 向柳最后为了家国大义 最后战死沙场 小妖永远的失去了向柳 为了思念香柳 小妖跟屠山景在海岛跪隐 思念那个让小妖有力自保 有人相依 有处可去的向柳 所以说 之所以取名叫长相思 不仅是男主苍贤对小妖的思念 还有小妖对向柳永恒的思念 总而言之 苍贤想跟小妖长相守 最后反而失去了小妖 最后变成了对小妖的长相思 最终爱而不得 而屠山景最后放弃一切 跟小妖长相守 最后长相思守 向柳战死沙场 又成了小妖对香柳的思念 那变成了小妖 前变成了小妖 和平均一切 就是 我再改变 装